草丛里找到黄色的公示包打开来 里面竟是白花花的清源大钞 好几捆 警方要逮捕毒贩邓姓男子 趁着夜晚在竹南乡间发动攻坚 邓姓男子逃了 女友带着现金躲进的草丛 还是被抓了出来 大把的现金是贩毒所得 总共三百多万 另外还在现场查获了一大袋的毒品 捆成了一包一包 清茶总共有毒品咖啡包四百包 还有海洛英二十二公克 安非他命五十公克 在草丛里面把嫌犯查进档案 那现场有查获 安非他命毒品 还有现金三百一十七万两千三百元整 这都是贩毒的市政 警方查气毒品 还抓到了二十五岁的灵性男子 趁他停车时逮捕压制 他涉嫌贩售含有 K他命的彩虹烟 已经被羁押禁件 十二天来 苗栗警方共计查获各类刑案 两百多件 相关的证物 有现金 有毒品 还有枪械 警方扫黑抓毒 打击诈骗 联合出击 目前诈骗案件 能是以求职 投资 还有解除分歧付款最多 警方还事先提醒 政府最快在四月 将全民普发六千元 可能是下一波诈骗梗 民众得多加小心提防 有疑虑先求证 千万别上当 TBS新闻谢国金无数评 苗栗报道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